视频拍摄于3月7日 基点辽宁营口 有一位小伙子来海边看日出 然后发现客岸边的海面已经结冰了 于是在冰上看日出 但是随着太阳渐渐升起 温度升高 冰面开始融化 小伙子被困在了一块浮冰上 越漂越远 消防队员拘救小伙子的时候 小伙子双手插兜 表面上看比较平静 视频里跳舞的这位老师叫孙爽 是成都维华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 教授的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专业 关于自己的跳舞 他是这样说的 我当老师仅仅半年时间 算一个新老师 因为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老师自身出发 去带动课堂氛围 这样来达到一个 让学生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的一个课堂氛围 视频拍摄于3月10日 地点中国台湾高雄港 有三只小伙子被困多日 于是当地的金屯团队进行打捞救助 打捞后抢救无效死亡 于是解剖尸体 查询死因 在小伙子的胃部发现了很大的垃圾袋 塑料袋 泡沫塑料 还有30厘米长的海绵 为你共18个送料袋 3月9日 25岁的福雪薇 上传了自己跟爷爷的婚纱罩 因为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但是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又怕爷爷看不到自己穿婚纱的样子 于是决定和爷爷拍一组婚纱罩 让爷爷看到自己最美的样子 自己很小的时候 父母离异了 从小变更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福雪薇还在手臂上闻了爷爷的肖下 当我闻声其实就一路 我很怕以后我听闻我的宝宝 不认识我爷爷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 其实想想挺可怕的 我以后最重要的人 居然不认识我爷爷 视频拍摄于3月8日 地点白俄罗斯ONT电视台 工作人员根据声音来源 占15米高的天花板夹成 发现了两只小奶猫 其中一只被记者所养的 另外一只在寻找新主人 于是在当天的节目中 主持人收获的小奶猫进行推销 想为他找到新主人 这是生活在婆罗座的冰尾动物 长臂猴靠鼻子来吸引异性 如果用一个大鼻子 意味着更强的视觉吸引力 也能拥有更多的死性配偶 这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混凝土 甘肃秦安大地湾房屋地面 居住居住居到了中午的提神洗脑环节 你别笑 有时候明明想说话 但是却发不出声 就只能张嘴在让你动 尴尬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小时候跟你应该差不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